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情况一开始我是有点使劳为极大 因为我是真没想到 在很多年轻观众朋友的心里 我竟然可以扮演一个知心大姐姐的角色 但是随着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 我也就习惯了 这里面有的问题 我觉得对于很多95后00后的朋友们来说 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所以我决定出若干期视频 跟年轻朋友们分享一下 我作为一个老大哥 在职场 在社会处置了一些经验 也算是回馈广大的年轻朋友们 长久以来对我的关注与支持 好 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大学生朋友们 在结束毕业季 进入用人单位的时候 怎么样快速的融入进新的环境 让单位里的老同事和领导尽快的认可你这个人 给他们一个好印象 让他们觉得 新来的这小伙儿挺不错 挺把握 靠谱 我说是小伙儿 但女同学呢 一个意思 大家听那么个 就是听那么个事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思路 就是你在你们新单位里面 接的第一个电话 对于你打好这一仗 非常重要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 实习的时候 或者刚不到的时候 有一天 办公室里面电话响了 老同事们呢 各忙各的一探事 这时候有个人说 那个谁 那个小王 小张 就你 电话帮忙接一下 是不是有很多人心里特别打出 我一新来的 业务上的事 啥都不知道 人我都没认权 人我都没认权 咋说呀 说啥 如果电话接起来 上周他的case 有一个思路是没有 让苏森跟进一下 直接给你拿个折子 你是不是头多大 如果你一旦回答的 呵呵八八 对面有点不耐烦 让你们领导过来接 你是不是特别的 心情很沮丧 那么遇到这种事情 我跟大家说 不要把它当作是难关 而是呢 要把它看作是一次 让自己露脸的机会 首先一点 别犯难 你甭管这事能不能处理 大大方方拿起来就接 没准就是送快利的 让你下桌拿个快利的 是吧 即使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呢 也不要紧 你在一个你不熟悉的单位 接了一个电话 其实只要搞清楚 这么三件事情 你就算圆满完成任务了 哪三件事呢 你是谁 你有什么事 然后是我能为你做什么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 其实有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就说第一个 你是谁 很多人拿起电话 电话里跟你讲了一个事 你非常认真 非常详细的把事记下来了 谁打过来的 忘了 没问 没问就没问呗 反正事我记下来了 这几个是职场大计 因为同样一个事 这个事是上级单位跟你传达的 还是下级单位跟你汇报的 还是兄弟单位跟你通报的 你再处理起来 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说这事你记下来了 你跑过去跟领导汇报 领导肯定会问你 你是报过来的 你说你不知道 那不情等的找骂吗 其实骂你的那都是万幸的 怕就怕什么 领导什么也不说 心后知道了 那你忙去吧 但是在心里 你 对不起 难堪大人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关于你是谁这个问题的 有很多领导同流 打电话的时候 喜欢直接报自己名字 非常霸气 喂 我徐国庆 把什么什么事给我办一下 这种情况 听这人口气 像个领导 但具体是谁呢 你又闹不清楚 怎么办 这种时候 大大方方讲清楚 对不起领导 我那是新来的 请问您的职务是什么 我相信大多数领导 都是民事里的 不会跟你个新来的一般见识 他如果因为这事骂你 那是他没诉讼 你什么我们都没有 他如果要刁难你 那你的领导可能也会维护你 那么说到这里 有件事情就必须得说清楚 就是一个单位里面 那么多领导 你可以谁都不认识 但是你自己的主管领导 你必须认清楚 最好是能把他的办公室电话 手机号码都默备下来 你这你要是记不住 那谁都帮不了你 好 第一点是你是谁 第二点是 你有什么事 如果是有问题就要问 你具体什么问题 这种问题 往常是谁来处理的 我可以帮你想那个人转查 如果是通报一个信息 那么时间 地点 人物 涉及到了单位 时间脉络 尽可能的记清楚 记完再跟对方复述一遍 你说这个事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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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我这么说可以不 这些都做到 其实也是差不多了 关键是第三点 对方把事情说完之后 然后他打这个电话 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 你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 开口问 直接开口问 你需要我做什么 我举个例子 电话 铃铃铃铃铃铃铃 响了 你呢 今天就你了 你来接 喂你好 我到上海了 那头没尾的 这么一句话 啥意思 你怎么处理 那么 要按照我的思路 不好意思 请问你是哪位 我张三呢 张三你好 你到上海了 是吧 那请问需要我做什么呢 没事 就是跟你们报备一下 好的我收到 然后你去跟你们的领导 报备 我刚才接到了一个叫张三的电话 他说他到上海了 到日 你的任务就算是 圆满完成了 谁都拆不出你毛病 再复杂的问题 也是这个思路了 你是谁 你有什么事 需要我做什么 无论这个事情多么复杂 你就这么办 准没错 你按照我这个思路 完整的把电话里的信息梳理清楚 然后跟领导汇报 或者转述给具体负责的同事 这个时候大家会怎么看 一个刚入职的新人 虽然业务还不是很熟练 但是条理清晰 逻辑缜密 不背不靠 相信对你 未来在这个单位的发展 会打下一个挺不错的基础 那么分享给年轻朋友们的第一期视频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我会尽快的更新下一期视频 好的 感谢您听我讲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